文良穷白 无论传统市场、大卖场或超市都有很多半成品的食材 其中又以传统市场的新鲜度和选择性比较理想 平日就有很多品项可以组合了 过年前更多 半成品中 炸过的鱼头可以做干烧鱼头或砂锅鱼头 圈鱼可以做红烧鱼或五柳鱼 排骨可以做葱铐排骨 高生排骨 糖醋排骨 各种卤菜可以组合拼盘 或用其中的卤牛肉炒回锅牛肉或麻辣牛肉 卤大肠做三杯大肠或五根肠网 卤豆干加上白菜丝 做出爽口的松薄长青 咸猪肉或腊肉可以炒芥兰或青蒜 蒜苔都可以 狮子头加上大白菜 香菇和笋片做红烧狮子头 颗粒小的不叫狮子头叫肉丸 可以会三鲜丸子或做醋溜丸子 手机买的时候就可以请店家剁好 回来再换上家里的盘子 然后淋上葱蒜辣椒和酱油 糖醋炒成的酱汁就是文昌鸡 也可以做木耳烧鸡或栗子烧鸡 猪脚加点花生回锅再烧一下 水煮虾可以改成葱爆虾或油闷虾 烤后抽可以切条炒芹菜辣椒或用干辣椒 清蒜爆炒成香辣的下酒菜 凉琼白色 吉他 冰箱 冰箱 浅